澳洲男子惨遭沙吻 伤势深可见谷 澳洲黑头海滩90年来 头一次发生鲨鱼攻击事件 上周五一位65岁的冲浪者 在新南威尔斯州海滩遭鲨鱼攻击 深受重创 上午11点半 David Quinlivan正划着海浪竞赛敲 突然一只鲨鱼让他翻腹 重创他的腿 David奋力抓着敲板 借助海浪回到岸边 他的小腿由树道伤痕 左脚踝的伤也深可见谷 David在海滩上接受医护人员急救 并搭直升机送到纽卡索的医院 做进一步治疗 该海滩由于安全考量 关闭24小时 据报David向调查人员表示 该鲨鱼可能是大白鲨 但该消息尚未证实